我其實有一陣子沒跟他見面了 我屬於比較放生 但我們可能只在見過一兩次面 現在進入婚姻不是我首選 也想問那些想進入婚姻的人 你們是怎麼想的 人就是這樣嘛 你不去做 你不會知道痛 演員大慶29號與女星小薰一同出席 2023世界民族電影節 被問到先前在賽德克巴萊合作的導演魏德勝 近日傳出金錢糾紛 大慶幫忙換家 坦白說我就開過賽德克之後 我後來工作都在對岸比較多 那最近就是因為有他金錢方面的問題 那我就覺得只能說彈琴去處理 我相信之間都會有一個更好的多路方式 那他最近就是芯片要上映了 祝福他票房大賣 先水這一塊不僅僅只有我 大家都是一事同仁了 他有一個前至中期後期的一個 我們演員的支付嘛 那實際情形怎麼樣 我也不太去更加了解 但是基本上該拿的也拿到了 對那我希望他就是加油加油再加油 小薰提到自己目前結婚不在計畫內 想結婚就是靠一股衝動 我屬於比較放生的人 對對對 剛剛說很久沒見面是在一起的 從他下去台中拍戲 到現在我們可能只在 只才見過一兩次面耶 剛剛提到那個 還有一個部分 對我所謂的豬隊友是身邊 對並不是說我們的另一半 那你覺得說個是嗎 唉我不知道我還沒有跟他生小孩 我還不曉得耶 可是就是我現在進入婚姻 不是我首選 結婚就要衝動 也想問那些想進入婚姻的人 就是你們是怎麼想的 那你身邊有那種人妻朋友勸你 就是千萬不要結婚 很多很多進入婚姻的 都說你不要結婚 我相信當他在結婚前 一定有很多作業的人 也跟他講過這樣的話 那你為什麼你還想要結 就是這就是人 人就這樣嘛 你不去做 你不會知道痛 然後你去做了 你才會知道 這就是人生 什麼人他竟然就會來了啦 對 不要太刻意的去壓力放在自己身上